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16日 已經是 星期日 這是一支突發的消息 因為 在西灣河的水警總部 發生了一件離奇的案件 一個水警 懷疑 是看不開 自轟 新落 我們當然怕黃標就寫著自裁 實際上自裁就等於 自我了斷 自尋短見 想跟大家 研究一下 因為很多網友傳新聞給我 我想已經超過10個網友傳給我了 他們都耳口同色問 是不是可白的兒子 因為 根據可白爆料 他的兒子是警察 是水警來的 今天 今天 適逢父親節 大家想想 一個水警 被父親 出賣 一個正常的人 紀律部隊 性格很剛烈的 被父親出賣 說他包以拉 可能有 可能沒有 大家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包以拉 但是很肯定的 是遭到父親的無情出賣 這件事使得他 自尋短見的機會 其實是大增的 還要選在今天 父親節 雖然我們看到新聞很短 只有一行 就是一名警員 今天16日在西灣河水警基地總部樓 吞槍 當場不治 警方正調查事件 這件事 很簡短 一行就甚麼都沒有 這個 警員 究竟是屬於甚麼職級呢 是不是20萬一個月比廚長更加高級的警員呢 是不是就是 可百個大仔呢 好啦 當然啦 我們 當然是不希望啦 很多揣測 因為逢有這些案件 大家 都會作出很多揣測 為甚麼是水警 為甚麼每次都是水警 網友第一時間就會問 原因是他們覺得 水警 其實 是做了很多 不為外人道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曾幾何時 香港 每日 都幾乎發現這些浮屍 而這些浮屍的位置 幾乎是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由這些水警協助 將那些 被當年被警察 用一些 非法手段 將他們 送去地獄 當然要處理遺體的嘛 怎麼處理呢 就靠水警 所以一時之間 又有浮屍 然後 又有 墮樓 然後有些人 甚至乎是捲了一張被 在山邊發現 當時大家會覺得很多很多很奇怪的 毛頭公案 一直都說武可疑 警方每次都說武可疑 一句右衛建章 你想想 都可以 說他是 匿名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我們很懷疑 一直都很懷疑 有人即時會問 有個網友就說 是不是這些水警做得太多壞事呀 抵受不住 良心的譴責呀 當年 就是他們有份 將這些 無辜的人士 拋屍 現在是冤魂索命等等 當然 這個是 是一個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 我們當然 我們每樣東西都希望 以科學的角度去分析啦 我們不希望你們在 亂說的 又或者有很多無謂的猜測 不過 當事情 發生到了這一刻 我們 也真的沒有辦法了 只能夠用 不同的方式 去揣測而已 首先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水警 因為這次不是第一次出事 水警經常出事 因為很多人都說 以前有一部電影 大家可能也看過 但我想 看過的人起碼也有四張多東西 叫做鬼吻腳 有所謂的那部電影 宣傳那個在電視城 電燈著 鬼吻腳 鬼就指水鬼 有人是因為浸死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變成了水鬼 他說水鬼是很慘的 經常要爬上岸 那部電影好像有陳友做的 我醒不醒有甚麼主角 我記得陳友一定有份 其他有誰呢 我真的完全忘記了 那個約摩劇情是記得的 其實 整個電影形造得挺恐怖的 那麼水警 會不會就是因為當時 做了很多這些比較 埋沒良心的事情 他們可能不是他們動手的 他們可能是他們動手的 只是他們負責幫忙棄屍 那麼是不是這樣呢 這件事 我們也是揣測啦 至於 這件事的主角 究竟 是不是可白的大仔呢 我覺得呢 不能夠排除 當然你說 你們穿鑿附會啦 今天是父親節 是不是 一個人 他最重要呢 他 本身他應該是父親 但是他最大的打擊 是他 被他自己的父親出賣 如果你說真的問他爸爸借錢 買樓 借錢 裝修 借錢 突然間在公開的情況下 在網上公開 被他爸爸不斷爆出來 他 想不開自尋 短見的機會呢 其實是不小的 是有這個機會的喔 大家不要以為 當差很硬正的 不一定的 很多時候 人的意志 一刻薄弱 就出事了 是不是 當然我們不是說 鼓勵這些事情發生 也不希望看到一些慘劇 我們覺得 這些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大家應該是 和和平平 這個女人 實際上他也是想 賺錢而已 會不會是想謀財害命呢 就這樣看來 應該未牽涉到謀財害命 謀財就一定的了 害命就未必 剛剛可能也要 再說說他的直播 看到這個可伯 在直播中說 現在挺好 吃老婆的 穿老婆的 花他的錢 然後 他看到 河馬的反應 直接黑口黑臉 他就知道說錯話了 今晚又要捱打了 被人摘棍了 立即說暫時 看到河馬的表情 整個 是完全 圓壇的後面 好像 破了五次產 或是連續破五次產 慘到 覺得 很糟糕了 老爺以為有錢 想著 騙完他一鍋 一腳踢開他 帶他回大陸 像柴文漢那樣 余文漢那樣 好像余文漢那樣 把他扔回大陸 讓他在大陸自生自滅 結果 沒有 他原來是沒有錢的 那些錢不是他的 失事甲慢 根本每幾個月就拿一次生活費 那些錢跟他沒有關係 450萬沒有了 怎麼辦呢 找東張西望 又拿不到 現在還要養他 那些子女覺得 你有人養了 我不用再給錢你啦 你跟他講到真愛嘛 那你養他就行了啦 糟了 說大了 現在 可以說是 賠鳥夫人又接兵 晚上還要應酬這個老爺 說一晚要五次 真是糟糕了 還要服侍他 真是給他飯吃 給他飯住 好像那時候導遊阿珍那樣 給你吃給你住 你也不消費 還要又吃又拿 那樣東西其實 真的挺慘 想著 去找水魚 誰知道原來自己就是水魚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 已經開始有人在質疑這件事 我們說回 水警 其實大家搜尋一下水警基地 經常發生這些案件 不是一宗的 是很多宗的 是不是有水鬼呢 是不是有些冤魂 不惜索命呢 因為每次大家看到 出現一些 離奇的浮屍 就會找水警去打撩的嘛 水警找車上來的 其實 是不是你們去擲呢 你們知道哪些地方可能可以衝遠一點 可能是你們做的 或者你們有幫忙做一些處理的事情 一旦出事 又是你們去撩回來 會不會有些人 良心受到責備 看不開呢 這個有可能 或者因為水警是比較游閒一點的 沒有東西做了 可能會有空去賭錢 或者是 參與網絡賭博 總之 真的沒有東西做的 香港有幾海水警有東西做的 大部分都沒有東西做的 那些走私 他們是抓一些 不知道訂購的 而且海關也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未必有關水警的事 水警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做的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 會互私亂想 所以就會出事了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宗 很詭異的懸案 因為日子很敏感 日子那麼敏感 希望不是啦 希望不是我們估計的 一切都是 正常 死因無可疑 希望如此 不過 至轟 也很難說無可疑 是不是 好 我們這件事會繼續跟進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合 銅